麦当劳本身就是可口可乐最大的股东之一 可口可乐也是麦当劳最重要的股东之一 麦当劳为什么卖可口可乐 肯德基为什么卖百事可乐 你想过吗 麦当劳最赚钱的不是汉堡 在餐饮当中汉堡不赚钱 面包加小牛背上的牛肉 八分钟生产不出来就要扔掉 在那样的地段除掉房租 除掉员工工租 除掉产品成本 汉堡赚什么钱 赚不了钱 最赚钱的是小零食薯条和可乐 可乐的利润 几毛钱的可乐可以卖几块钱 那我问你那么赚钱 麦当劳为什么不自己搞个麦当劳可乐的 搞不出来吗 搞得出来 那为什么他要卖可口可乐 因为他们本质就是一个家族在控制 上游的股权是交叉的 美国人靠什么 把美国商品卖向全世界 是美国品牌 美国人可以不做生产 生产可以交给越南做 可以交给我们中国大陆做 他只做品牌 所以三流的老板在卖产品 二流的老板在卖标准 一流的老板在讲一个很宏大的故事 然后把这个故事 卖给你的上游 卖给你的下游 卖给你的经销商 卖给你的员工 再卖给你的投资人 你就获得了一个比较大的想象空间 所以今天你要去思考 跟你的同行比 你的核心优势是什么 我是希望你通过和我的交流 能够看到这个行业的希望 能够看到你未来企业增长的空间 各位你不会落地 竞争对手会研究怎么落地 所以各位我帮你完成想象空间 共同去搭这个设计 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是有意义和有价值 我们是19堂客 而且还会持续的给大家去更新 天网如何做短视频 如何做内容 如何做直播 如何做IP 甚至如何做新媒体的投放 网红明星怎么帮你做重场 人网怎么做私欲 怎么做裂变 天地人网 这个时代流量的打法 这个时代流量的模型 所以来到小黄车的地方取下单 对出来的 谢谢大家